观众看今天台式晚节新闻 我是林一如 国籍航空机师出现了首例突破性感染 而他的基因定序结果也出炉 证实就是Delta变种病毒 因此指挥中心拍板 从9月15号临时开始 机组人员返台检疫规定 将会在家严格 长城航班的机组员 只要没有完整接种疫苗者 回国之后要进行7天均检 加上7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而完整接种过疫苗的人 则是需要进行5加9的检疫 而至于在短程航班的部分 也得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而另外之前为您报道过 这一例从美国返台的案16087 原本是被列为本土个案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大逆转 因为从患者的新听值 还有血清检验结果判定 它不是近期感染的 所以改判为境外移入个案 机组员打疫苗 尽管已经有超过9成的人 打过两剂 但面对Delta病毒来势汹汹 国籍航空机师还是出现 首例突破性感染个案 且基因定序结果出炉 确认感染Delta变异株 指挥中心拍板要加研机组员 回台检疫规定 为了让整体的边境能够守得更好 9月15号临时起就开始来做 从9月15号开始 长城航班机组员 只要没有完整接种疫苗 回国后要进行七天拘检 加上七天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期间配合裁检 而完整接种疫苗的人 则需进行5加9检疫及三次裁检 至于短程航班 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也都要配合裁检 严守边境 另外之前 从美国返台的案16087 上个月28号出国前裁检确诊 由于它在台期间 曾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原本指挥中心将它列为本土个案 后来出现大逆转 因为它CT值36 加上血清检验结果 IGM阴性 IGG和N抗体都为阳性 研判应该感染一段时间 加上它去年9月 就有过慢性耳鼻喉症状 因此指挥中心将它改判为 美国境外移入个案 面对国外变种病毒威胁 防疫考验还没结束 记者众好报道